深紅安賴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介文集介大使 為我們來分析國際局勢 那最新的中美之間的這個氣球大戰 那美國在週末又再度的設下了 在北美洲設下了不明飛行物體 到底設下什麼東西 現在其實美國的軍方沒有辦法肯定 甚至有人問說那是不是設了幽浮 在跟外星人打仗 居然美國國防部也說不排除 也是有這個可能 所以代表說這個週末接二連三 這一個戰鬥機又升空 又擊落不明飛行物 可是到底擊落什麼東西 他是不知道 那美國現在到底是在作秀嗎 還是說反正看到東西我就先打再說 對 現在就是亂打一通 只要是有飛行物 在美國的上空是不明的 找一個理由 他說危害飛航安全 飛航安全 他就先打下來 他當成是鳥就是了 對 先打下來再說 最近打下來的越打越小 也不知道他打了什麼 也不曉得他打什麼 最近在那個五大湖上空打下來這個 他現在搞不清楚 然後他說還好有一些這些 好殘餘物跌落在冰塊上面 所以他們要去研究 他現在才要去看說他打了什麼 對 要去打了什麼 他打的時候 並不知道他打了是什麼 對 而且有傳言 把美國自己的氣象衛星也打下來了 所以現在就是亂打一通 那這個也顯示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在各國的上空中 這麼多年來 事實上有氣球飛過 這是一個常態 這個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現象 所以1月28號 美國國防部發現有一個氣球 進入美國領空的時候 國防部是處變不驚啊 對 他是照常態 他覺得是例行性的事情 例行性的 他也知道這種 這種就是說好 流浪氣球 那麼不是第一次 也不見得一定都有很強的 這種國防安全上的威脅 所以他的處理是 例行處理方式嘛 那所以一開始 你記得就是說 監控他 對 要監控他 他們也去看了 他們說也去看了 沒有那種複雜的裝置 然後共和黨再逼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國防部就說 川普做總統說 有發現過三個啊 他也沒有採取行動啊 那所以我覺得後來 這個整個事情變成 失控到今天的地步啊 最主要還是 共和民主兩黨的鬥爭造成的 那反正到了拜登 他現在就大概就是這樣啦 反正也不必搞清楚 看到了先打下來再說 免得要共和黨又做文章 就說那裡也有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那裡也有 所以他還要 還要其他的國家也一起來 就是說 大家全球一起 全世界一起打氣球 一起打氣球 要不打的話也起碼說 你們有發現過氣球 那麼我們這個台灣有一個氣象局局長 前一陣前兩天也在他的 證明點 他自己也說台灣也發現過 他也拍到很多氣球 拍到很多氣球 可是第二天他就拿下來了 因為我不曉得是受益還是怎麼樣 他是背刪文還是主動刪文 這個搞不太清楚 我覺得背刪文的可能性比較大啦 不過就要使說現在變成說 全世界都看到氣球很敏感 氣球本來就是一個 也許在科技上面 氣象很多氣象的專家是在使用 那現在大家看到氣球 都感覺好像是間諜 別隱闖闖 那中國大陸也看到了 這個不明飛行物 他們也要擊落 所以現在是全球一起打氣球 我覺得中國大陸也是 等於說給大陸 給美國一個回應 就是說你要這樣搞的話 你的氣球我也對不起 就是說 我也不會不會客氣 因為氣球不是什麼太高的科技啊 真的不是太高科技 只是大陸的那個氣球製造廠 它有一個有一個本領 就是說它可以製造的 飛得很高 甚至到四萬公尺 四萬公里 這個四萬公尺 這非常高的高度 那另外一方面 它的成本降得很低 那所以 所以最近被挖出來 那美國比較 比較好笑的就是說 它立刻找出六家 中國大陸的 跟製造氣球相關的 廠商 又開始制裁 所以現在要制裁氣球 制裁氣球 那我懷疑將來 美國的七項氣球 還有間諜氣球 可能要自己造 它現在很可能都是中國大陸造的 跟中國大陸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治啊 真的要作亂起來啊 真的會把過去一個平衡點啊 都打亂掉了 這顆氣球破壞了 大家對於本來是氣象研究 科研研究的平衡 互相能夠支持的平衡點 我想是這樣 而且你現在 我們越來越變成氣球專家以後啊 就發現其實氣球它上空以後 是很難操控的 它是隨著氣流在走的 而且速度非常快 那你要真正去控制那個氣球 沒有那麼簡單的 那一顆氣球 事實上已經飛到北美洲去了 它基本上如果要勤收的話 它很高的話 那它上面有非常精密的照相設備 對不對 第二個它得到的影像 得到收集的情質 它能快速傳輸 那現在 美國到現在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調查報告 對1月2月2號 幾下擊落的這個 第一顆氣球 第一顆氣球 它現在已經都找到了 可是它到現在沒有說 上面有沒有這個傳輸設備 對不對 高精密度傳輸設備 有沒有高精密的設想 這種設備 它都沒有 它都沒有 都還沒有公佈啊 它只說 上面有自毀裝置 上面有什麼 上面有這個 疑似螺旋槳 它可以操縱它的方向 然後還有太陽的這個電池 那我在想說 風速240公里的這樣子的快速風速 你用太陽的電池配幾個 配幾個螺旋槳 你能夠操控嗎 我是高度懷疑 我是高度懷疑 所以這個氣球 現在美國 美國民間很多 在開這個氣球玩笑的貼圖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對這個氣球 覺得非常的有趣 對啊 所以政治玩到這個程度 讓一般庶民 大家都在看笑話 本來是一個蠻嚴肅的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這個問題 結果現在變成是 全世界當成是一個笑話 在看這個喜劇如何發展 對啊 那美國的F22 事實上沒有什麼戰績啊 這個戰鬥機已經20年了 所以最近要笑話說 終於創造出輝煌的戰士 擊落一顆氣球 而且準備還要擊落很多氣球 拜託那一架造價 當輸2億美金啊 這樣子的一個戰鬥機 你最後拿來打氣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國際政治搞這樣子啊 跟美國的國內政治 一結合起來 美國發揮它的國力啊 在裡面亂打氣球啊 真的我覺得 這個世界如果再讓美國這個國家 掌管國際秩序的維護 國際制約制定 然後它自己又完全現在內部 內部相當失控的情況之下啊 拿國際議題啊 來 進行國內政治的鬥爭啊 這個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很危險的 所以此風不可找 不過這件事情會變成說 它本來是嚴肅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這個爭議的處理方式 那現在已經變成是已經有一點點 這個悉鬧的變成打氣球這樣子 那包括金融時報也報導說 台灣過去數十次也發現過這個 大陸軍用的氣球 也是入侵這個空域啊 那數十度 然後馬上呢就有人說 喔對 這一次呢 美國在北美打的這個氣球 美軍飛上去的是F-16 在最近打這個不明飛行 我是F-16 它的裝備是跟我們的裝備同等級啊 那這兩件事情是要告訴大家說 當氣球也飛來的時候 我們的F-16也要升空上去玩 打氣球的遊戲嗎 對 有一點暗示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 真的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起舞啦 真的如果要談到安全的問題的話 其實氣球不足以造成危險 因為它沒有 它是查無法打 我們常常講現在的無人機是查打議題的 那我覺得應該要考慮的是無人機的問題 而不是氣球 跟著美國那邊炒作氣球 實在是我覺得是浪費精力 這個氣球 可是美國現在這種打氣球的方式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是 它是不明飛行物嗎 他現在打了其他的這一個物件 不知道是不是氣球 因為他還說也不排除是幽浮了好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氣球 也就是說 無不明飛行物都有可能成為 軍事攻擊的目標 現在的意思是這樣 那會不會造成全世界 如果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一個標準 把這個標準放到這麼寬 就像我們 假設金融時報說我們每 其實過去每個月都有很多的這個 中國大陸不明氣球 對 還好我們的軍方馬上跳出來說 那些都是氣象偵測氣球 沒有軍事國安的疑慮 我們自己還幫這些氣球去澄清 因為覺得不打 才是一個合理的作為 像美國現在這樣看到就打 這個會造成這個戰爭發生的危險 所謂的擦槍走火不就是這樣嗎 其實一開始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回歸到國際法跟國際管理這兩個 這兩個 國際之間的互動的最重要的準則了 美國說你侵犯我的主權按照國際法 我有權來處置 進入我的領空 一點沒錯 美國是有權處置 在它領域範圍的 不管是領土領海領空之內的 所有的物件 包括人 包括物品 它是有這個權 這是主權所賦予的 國際法賦予一個國家主權會賦予 中國大陸批評美國的做法說 你違反國際慣例 國際慣例基本上 你如果它是無害的 而且證明有主的以後 我已經跟你說明這是一個無害的 你基本而且是民用的 中國大陸第一時間就出來說 沒有是我們中國的氣球 然後是民用的 它是氣象 所謂科研氣象科研的一個 沒有任何軍事的這個作用 那基本上 美國就不應該把它擠落 這個就是國際慣例 這是國際慣例 有人承認了 有人說這是我的 你就這樣處理就對了 那就跟就是說 我說我非法進入 我說誤 它說不可抗力因素 進入你的領空 所以你照慣例的話 你既然是有人說明了 你就要相信 那就跟國際之間 我說任何的人或物件 進入到一個國家的主權管轄領域 它有權作處置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 美國每天有這麼多 非法難民進入到美國 對不對 都是沒有經過允許的 而且是不合法的方式進入美國的 美國的管轄範圍內 美國可以看到非法難民 就是說美國可以看到 政府可以看到非法移民 就拿槍把它殺掉嗎 不行啊 國際慣例不行啊 對不對 你處理這些非法移民 或者非法進入你的 不管任何的東西的話 你還是有一定處置的這些國際慣例 所以中國大陸就說你照國際慣例 你這個處理方式是不當的 對 那你既然你都用這種方式處理我們的東西 我告訴你 那我也用這種方式處理你 我是要相對的一種什麼 一種回應 也不見得是報復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要回歸到這個國際法跟國際慣例裡面 那美國現在把它的主權擴張的危險 只要在我領頭我搞不清楚我就把它打下來 你是說國際法事實上你是可以 可是你會把整個國際秩序搞壞 因為國際法除了成文國際法以外 還有這種慣例 大家如果都用你美國這種方式 真的搞得這種 怎麼講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就是腳亂以池春水 那這個背後另有目的 可是最可笑的是美國是國內政治的目的 所以拜登一面再說 我們這個不會影響我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然後還說一句話說 習近平不知情 習近平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你這氣象放個氣象氣球 跟習近平有什麼關係 習近平不會管到這種事啊 所以他一方面 因為他說我要捍衛美國的領土主權完整 如何如何我們現在多強大 美國現在在我的領導之下滴水不漏 國內的政治表演 國內政治表演 另一方面他又說又表演給中國大陸看 所以我是覺得蠻矛盾的蠻好笑的 那現在這個檢查的結果 我覺得美國的FBI還有相關的軍方都不斷的把這個調子再往下壓 希望這個事情就能夠平淡下來 你說沒有要把他變成升級為珍珠港事件 完全沒有這個 現在看熱鬧的人有說這個是這個 珍珠港事件的2.0 對 我是覺得最近有些解釋 有幾個有幾個媒體的解讀啊 就比如說這個會引起珍珠港事件 好 那美國又會把它變成什麼 那是打伊拉克的藉口 這個洗衣粉 洗衣粉事件 變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台灣的媒體也報導好幾個 不要國外哪個媒體報導說 這麼大的事情 習近平居然不知道 所以呢顯示 習近平的內部控制能力 已經出了 失控了 已經失控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文章做的已經做到 失去邏輯了 不合邏輯 脫離現實 然後呢 看不清真相 我就覺得還是回到原點 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我一直認為 不斷的在媒體上延燒的原因 還是因為美國國內共和黨跟民主黨的鬥爭 然後拜登政府也變成一個無知誘童 也在那邊讓戰鬥機變成 打不明氣球的有力武器 然後用飛彈打一顆氣球 那這個是非常荒謬的作為 國家的軍事武器這樣子用的話 真的是一種 我覺得在歷史上紀錄會是一個笑話 可是它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美國的政治邏輯 美國的政治現實 那拜登也不得用這種方法做 拜登現在我就是捍衛 我現在就是捍衛美國的主權 你看我做得多漂亮 我做得多有多堅決 然後呢把這個氣球形容成什麼 形容成一個怪獸 這種怪獸入侵 美國的國家安全就會被幾顆氣球 自於險境 對它就變成已經 氣球變成庫斯拉了 庫斯拉了已經演這種劇情了 那當然美國的媒體慢慢我覺得在 在對這個議題慢慢失去興趣 那失去興趣以後 共和黨是不是還可以找到機會 他說我要起調查委員會 調查拜登有沒有失職 他對這個氣球過於輕忽 這個一開始這個判斷有問題 最後這個氣球已經飛越美國的本土 從西北向東南出海 這個過程中多少國家機密 已經因為拜登的判斷失誤跟怠惰 不作為已經產生了國家安全嚴重損失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要拜登政府來負責 他這個一系列的邏輯 這樣往這樣走 所以拜登是在 嚴密的防控的共和黨下一波的進攻 所以呢現在已經跑到五大湖邊 加拿大 這些各的地方 看到看到看到怎麼講來 看到黑影就先開槍 看到黑影就先開槍 而且呢都不計成本 打一顆氣球都用飛彈打 都用F22 還有大陣仗 還有加油機都一起去 覺得這也就表示說 我覺得就是說 像美國的政治體制 現在逐漸在展現在世人眼前的 就是說這種政治體制 是一種濫用名利的 是一種被 很容易被這種民粹主義帶動的 那政治人物呢 為了自己的權位 那麼他不是不計成本的 那些成本其實都是老百姓的 他是非常浪費 不計成本的 甚至在國際社會裡面 演一出 大家都在嘲笑的荒謬劇 他也非演不可 我覺得這就是這場流浪氣球事件 美國所展現在世人出來 他的這個政治體制 政治人物 還有這些 他們看這個 衝突事件 處理衝突事件 這個整個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赤裸裸的一個顯現 那變成一場 真的有一點像 歹戲脫捧的肥皂劇 不過之前大家都說了 中美之間要直接打仗 不太可能 那可能是代理人戰爭 可是這個氣球門出現之後 感覺你看美國的戰鬥機 對上的是中國的氣球 已經是中美感覺在直接打仗了 所以呢 在本來兩個大國有核武的大國 你說他要正面的直接對決這件事情的機率 是微乎其微的低 但是因為美國一直在 在在碰這個紅線 現在就是用戰鬥機打了氣球這件事情 未來會不會真的就在這個炒作 這個演戲的人想要停 可是看戲的人可能不想停的 這個狀態之下 中美真的就擦槍走火打起來 有這個可能性 是可能性蠻低的 其實在冷戰時期 這個美國的U2 在飛越過中國大陸 飛越過俄羅斯的 當時蘇聯的大陸 他們就是因為飛得非常高 然後呢 這個速度非常快 那他去勤收 他是確實去勤收 當時我們台灣不是很多飛行員 也被美國CIA 那麼招募去飛這個飛機 就是這些飛機被擊落蠻多的 也就是說你飛越人家領空 人家把你打下來 打下來的話 那被打下哪一方都不肯起 可是你是明確違反國際法 你是 你是有 你是所謂的戰鬥機 還有呢 你是有軍事功能的 這一些 那被打下來就被打下來了 對 那我記得大概差不多十年前吧 土耳其打下來一架俄羅斯的戰鬥機 就在這個土耳其這個跟叙利亞的邊界吧 那土耳其就說你這架你這架俄羅斯人侵入我 土耳其的領空 那俄羅斯就說沒有侵入領空 那我看了一件中國大陸學者寫的文章說 這個非常難判定 為什麼難判定 他說在地面上的這個 這個邊界線 它不是一條直線子 它是彎彎曲曲的 比如說一條河的它就隨著河走 對 隨著河走 或者一個山巔 它就隨著山巔走 對 這種是天然邊界 天然疆界不是人工疆界 人工疆界是畫一條直線 精度多少尾多 這個天然疆界下面是這樣 那飛機沒有辦法飛的時候是這樣子飛 飛機太快了 所以飛機是直線飛 它很可能你下面疆界的時候 有時候這樣轉一彎 這樣轉 它可能在那一刹那 在那五秒鐘的時候 是確實進入你的領空了 進入了你的十二海里的這種 領空的裡面 你的疆界往外刮 刮十二海里 對 那你如果兩邊有互相的話 那你就是 你基本上你不能畫十二海里 就是那個 這個國界線就是你的 你的領空的界線 那你下面是一個彎彎曲曲的 上面是直線飛的話 你就很容易被認定侵入 領空 可是 俄羅斯的飛機被打下來以後 俄羅斯沒有殘取包袱 沒有把全球包袱 是一架活生生的戰鬥機被擊落 對 那今天就是說美國就是說 玩這個肥皂劇 他也知道 我是擊落你中國的物品 在我的領空上擊落 可是它就是一顆氣球而已 你能怎樣 你會造成兩邊這個大張旗鼓的這樣 這樣子的 不限身高 倒變成一個軍事衝突 才可能 而且我們學國際戰爭是一之六 我是堅信 絕對百分之百新人 和此國家之間彼此不會發生戰爭 基本上都在避險 都在怎麼講 都在用一種威嚇的方式 在互相的威嚇 那真正的第一線的軍事接觸 是不太可能的 打代理人戰爭 都要打代理人戰爭 即使有衝突 事實上的話 最後也是危機處理 那麼2001年的 我記得是2001 這個軍機插撞事件 還是1999我忘記了 就是說美國的這個 偵察機抵近中國 跟中國的這個戰鬥機插撞以後 中國戰鬥機落海 那美國的這個偵察機 它也受創 然後最後降落在 我記得是海南島吧 那這是出了人命的 出了人命的 最後也還是和平解決 還是和平解決 美國方面道歉 然後呢 還是依規定辦事 怎麼樣做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以氣球來講的話 它的軍事意涵實在是蠻低的 它的軍事意涵是美國方面 單獨要強加上去的 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實際的證據 不過純粹就國際法來講的話 任何國家是有權利在它處理 在它管轄領域 這包括領海領空 領土 它是有權利處置的 可是它的處置方式還是有一般的慣例 它這個是過當處置 而且我覺得是從中國大陸角度上非常不友好的 因為我已經告訴你是我的 我告訴你它是個民營的 民用的 我告訴你它是處理科學研究 氣象科學 你還是要把它打下來 那你就是伏將信我 你對於我的這個 我提出來的說明 你用一種不理性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 而且有一點點 就是說國際上講這種對等 也就是說成比例 你這個處理方式不成比例 你是刻意來把它引發一件事 刻意挑事 沒完沒了的挑事 那其實真正來講的話 我覺得拜登也不是真正針對 我說的也不是真正針對中國大陸 而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 它面臨的是國內政治的鬥爭 那它所有的舉措 我認為大部分是為了國內鬥爭 而不是這個美中之間的鬥爭 或競爭產生的 那可是問題就 那私下必須跟中國大陸 有這樣子的默契跟溝通 不然中國大陸會覺得 你就針對我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交涉蠻難的 它也不能把它點破 它也不能跟中國大陸方面講說 我跟你講實話 這個我這樣做 我是為了我選舉 為了我選票 我是為了選票 那這個話 你如果敢講出去話 別人就有可能講出來 所以這些話又不能講 所以外交的語言是最難處理的 它可能暗示你有這個原因 我認為拜登已經不斷地暗示了 他說這個東西不會影響我們跟美國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對不對 他還說這個習近平也是不知情 這個其實就是間接 在給中國大陸信息 基本上他也希望把這個事情這樣聞 你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要給一眼 可是就一個處理這種國際關係來講 外交關係來講 就是說你這種對手 我實在無法信任 你這種對手到你面對你的內部的這種 所謂的內部鬥爭的時候 你在外部行為上完全喪失邏輯跟理性 這種對手無法信任 這是所以美國也有學者已經提出來了 美國處理這件事情 包括CNN的很有名的這個很有名的記者 他也講 美國處理這一類事情 如果這種方式任由民粹跟國內政治來主導的話 美國在處理國際事情的這個整個的 國際社會它對美國這個國家的信任度 對美國這個國家的整個看法 會非常非常的負面 對美國的整體將來在處理國際事務 其他國家對它的研判 行為研判也好 信任程度也好 或者願不願認真地跟它進行 各種交往都好 都是有很大的傷害 那可是拜登從來不在乎 拜登這個人我覺得 他的政府在處理這種國際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殺雞取懶得居多 只看眼前 很沒有長遠的眼光的 那即使美國國內有很多對他的宣告 可是他照樣照樣做 那他就看起眼前的利益 因為他可能 下個月吧 宣布他要不要參選 先過這一關比較重要 這是對他來講最重要的事 他才不管什麼氣球 或者是飛碟 反正你們就打就對了 對不對 先就亂打一通 堵住共和黨的悠悠之口 這是他目前的 他的top priority是這個 那其他的話以後再說 關心一下台海 最近這個菲律賓的總統 小馬可市到了這個日本去訪問 那於是這個美日非的這個軍事合作相關的協定 就成為話題的焦點 那這會不會是亞洲的小北約 那這件事情當然這個小馬可是說他不認為是這樣 他是為了要保護什麼漁民啊 經濟利益啊等等 但是當這樣子的軍事同盟協議出現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北約式的一個同盟軍事概念 我是覺得應該還不至於啦 應該還不至於 其實小馬可是你可以看出來他 有他的原則性 可是他有他這些 怎麼講呢 就是說四方討好的這樣子一種風格 我想他最後的基本上就是說 都接受一點 可是他主軸並不會是 主軸的話應該還是放在中國大陸 那本來美 美非之間就有這個協防條約的 對 他們有這個共同協防條約 所以他跟美國的軍事關係是 有條約規範 所以把日本拉進來就連成一條 對 現在日本的話其實已經著力了很久了 這個其實是後面最後在牽線還是美國 美國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東亞的戰略 現在就是要強化他第一島鏈這些國家 包括台灣一些日本韓國 然後台灣菲律賓在怎麼講呢 遏止中國大陸這個崛起的扮演的實際的角色 那不但他讓日本韓國軍力升級 台灣軍力升級 也幫著菲律賓軍力升級之外 他還希望這些之間的連結啊 能夠串聯在一起 第一島鏈嘛 第一島鏈 所以日韓之間過去關係很僵 可在尹錫越上任以後 日韓在軍事關係上已經有蠻多的蠻多的新的 比如說新的怎麼講互動出來了 上個禮拜我們就看到這個日本的 這個防衛相跟韓國國防部長也開始在談話 也開始在接觸 然後呢 還對台海問題也做了某種程度的好表述 那這個其實我認為就會說 對日本韓國來講 這不是他的重點 可是問題他們在所有的這個互動中都要提到這一點 我想後面的總導演就是美國 然後要拉日本跟菲律賓的關係 那麼要拉 將來你還看到韓國跟菲律賓的關係 這都會拉起來 然後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台灣跟韓國的關係 台灣跟這個菲律賓關係 我想都在美國的一個整體計劃裡面 都在不斷的推定 那我是覺得 以菲律賓的基本上他的軍事實力來講的話 他最後在關鍵時他只能提供基地 他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主動出擊 或增加這個他的聯盟方的這些軍事實力 他是說台海衝突他沒有辦法置身事外的意思 是說他的軍事基地要釋放出來讓美軍使用 是這樣子而已嗎 還是說他會被捲入這場戰爭 我是覺得應該菲律賓的基地會被捲入的可能性是極低 因為大概台海真是真的軍事衝突的話 以美國方面過去傳統的研判大概不到兩個禮拜 所有都底定 甚至一個禮拜 其實數戰數決 基本上不會打這麼久 那這個也是美國現在不斷想要改變的一個現狀 他們認為第一個台灣的軍力本身的軍事力量不足 第二個 兩岸之間到底還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會不會讓兩邊的人 兩邊的 兩邊並沒有仇恨 我知道 大部分兩岸的人之間仇恨不高的 那 這是 這是一個 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 並不是兩岸人民的仇恨造成的 那 所以基本上 過去美國來講 純就軍事講的話 他們從軍事上也不會超過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 很快會結束 另外就是說 兩邊的人民 會不會有那種 就是說 真正要戰到你死我活 真正用戰爭方式來解決仇恨的問題 基本上是沒有 基本上是沒有 你要知道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仇恨是很深的 他們尤其在二十大戰的時候 事實上 烏克蘭當時因為俄羅斯共產革命的時候 烏克蘭曾經產生 很多人道性的大災難 這個是他們的歷史 跟兩岸的關係歷史完全不一樣 那 所以我是覺得真正台海衝突的話 菲律賓是沒角色的 而且 是不是美軍會由 或日軍會直接射入 我認為 都是零 機會是零 基本上的最後的 兩岸軍事衝突就是現在烏克蘭的這個模式 也就是 由 有兩岸自己打 完全自己打 兩岸自己打 不會有周邊國 周邊國家不會有事 一兵一組都不可能出 你記得上一次的這個 這個CSIS的那個兵推啊 他有一個scenario是 日本保持中立 拒絕美軍用日本的基地啊 美國也知道會有這個可能啊 那日本都會這樣呢 菲律賓有什麼角色 沒角色啊 沒角色 那 美軍的話 事實上的話 上一次 不要說了 這個 裴洛西來台的話 林肯號航空母艦連推600公里啊 他是 他是以一種行動來表示 我不會直接參戰 所以 我是覺得 我覺得 應該都排除 現在都是一些假設性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 我認為 基本上 呃 菲律賓做這樣的行為 或表述的話 我覺得他背後一定有經濟代價 不會 白白的做這樣的表述 那 我想馬克斯他的作為 他過去也說過 他的外交政策說 他要跟全世界一起做朋友 他不會為這個 跟這個做朋友就跟那個為敵 跟這個為敵就跟那個做朋友 他的政策不是這樣 那我想他的重點是 誰給他經濟援助 讓他國內的經濟 能夠往上起飛 他都願意用他的優勢 來做一個合作 我想他是在這個考量之下 那 菲律賓跟台灣之間 隔一個巴士海峽是很近 那這條海峽是相當相當敏感的 因為中國大陸很多這些 要突破第一島鏈的時候 那麼北邊是宮古海峽 南邊就是巴士海峽 所以你看那個西南空域 常常我們這個 所謂的我們我們國防部 常常說這個西南空域 這個大陸軍機在那邊 這個好 這個大量的好 突破第一島 而就是說中線啊 在那邊集結啊 那邊是一個戰略要低 那麼 菲律賓是完全不具備這個實力的 那他現在這些基地的建設 我覺得日本人是進不去的 只有美軍 那美軍我看在他的那個四個有關旅送島北部的這些 整個的建設經費是8000萬美金 8000萬美金的話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個 非常非常 少的一個一個投資 就軍事預算來講 就軍事預算非常少的投資 那日本這些我覺得形勢意義大於十之一 對 那菲律賓常常以前過去 常希望日本送他幾條軍艦 日本好像都很小氣都沒給 那將來我覺得這些很可能就是說 一些日本的這些防衛隊的這些老舊軍艦啊 可能最後會移撥給菲律賓大概就這樣 就是有一些伴手禮 對 讓他表達這個友善的訊息 對 他可以拿到一些實質好處 菲律賓要的也就是這樣 那交換一個這個 一些口頭上的一些說明 或者一個口頭上有解釋空間 或者看起來好像對日本友好 或對美國友好的這些作為 我是覺得菲律賓以後還會常常出現 對 因為他有他實際的 就是想要用這種姿態來換取實質的 不管各方面的物質啊 各方面或金錢方面 經濟方面的實質援助 那除了台海跟這個南海之外啊 那現在美國可能必須要關注的是中東局勢 雖然撤出阿富汗之後 中東好像就平靜了一段時間 那最近以色列跟伊朗的關係也蠻緊張的 蠻多的這一個爆炸式的攻擊出現 那接下來在這個 因為不寧肯去了一趟這個 以色列中東也沒有太好的一個 這個成效 那現在最新的是說 伊朗的總統要率團出訪中國大陸 那是代表說中東局勢又會有一個 新一波的情勢的變化嗎 我覺得伊朗總統他去大陸之前 他發表一篇長文 解釋他去的原因 他倒沒有把這個中國大陸介入這個 中東基於這個軍事 或者傳統的衝突 當作他去中國大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他倒是強調其實他們從國際整體的來 觀點來看 他比較認同中國大陸 目前這個 國際 這個命運共同體 世界命運共同體 然後國際機制 聯合國 還有國際法 這種聯合機制 這種機制 然後還有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然後雙方 中 一 兩 國 在經濟方面可以互相提息的一些機會 他倒沒有把中國大陸 拖入到這個中東這些傳統的 這些 所謂的這些矛盾跟衝突之中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跟伊朗的關係 事實上在過去這麼多年 他事實上對於伊朗發展核武器 中國大陸也是很對的 可是聯合國有這些譴責的這些案件 中國大陸通常也是支持的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核子武器的立場 是一貫的 就是說按照這個核武 反核武擴散條約 他希望核子的這個 這一些 因為現有的核子具有不夠外 其他國家就不要再做核子 發展核子武器了 所以跟伊朗之間關係是 有合作的空間 核子也有一些堅守的原則 那 可是呢 就是說中國大陸 基本上是能源需求的大國 跟伊朗之間 當然是很希望跟伊朗之間有更進一步的 這些經貿合作的關係 去確保能源的 去年吧 就是說有關伊核協議的這個問題 伊朗的稻草 伊朗也沒有也沒有到這個程度 因為伊朗的 伊朗的天然氣 那要跟中沙之间的贸易关系 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的 两边的这个贸易加起来才300多亿美金 中国跟沙烏地阿拉伯已经到1900多亿了 所以你知道伊朗的最大的树敌是沙烏地 沙烏地跟伊朗是两个最大树 一个是什叶派的头 一个是什么 一个虚拟派的头 这两个是几百年的 这个很难划解的疏远 那在这个伊朗来讲的话 如果中国变成一个可争取的大国 中国的力量现在已经走出了 这个传统的东亚范围 已经进入了中亚 从中亚再进入到了西亚 也就是传统的这个阿拉伯跟波斯 这两个文明之间的 那伊朗来看局势是事实上在转变 那么所以我看这次伊朗总统那个文章 写得很全面 而且高度非常的高 它不是从区域的争端角度开始 它是从全球的秩序角度来 认同中国目前对全球秩序的 几个资助性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战略高度很高 那么中国大陆在今年开年以后 这个大外交事实上就是广接善源 那么跟伊朗一定也有更多的希望合作的目的 希望借在这一次伊朗总统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大陆邀访的 那么到中国大陆北京访问 第一个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 那么在实质的经济上 更能厚制中国在能源供应上的这个安全 跟能源上的能源来源的分散跟多元化这个目标 那么至于伊朗在整个区域 它的夙愿 还有说整个世界上它的夙愿 它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我想基本上 中国大陆应该不会琢磨太多 因为我觉得大陆一直在整个国际关系上面 做能力可及之事 然后坚持自己原则 那么也不能做到像美国 把自己的力量提到那么高 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我来处理你的问题 最后就造成美国今天怎么样 处处都管 处处都管不好 管到最后他自己又自怨自爱说 我的国力今天走下坡 就是我有太多的 管了太多的国际的事务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基本上应该对伊朗 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讲 应该是纯粹还是从双边关系找演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增加一个朋友 在未来的这个变局 跟西方国家 有可能全面摊牌的时候 那多一个盟友 可是并不是着眼于 能够在这个 伊朗所处的环境里面 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的整个的总体思维 应该还是不想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不想扮演以前美国想要做的这个角色 对对对对那个是 那个是我觉得目前来讲以中国大陆的国力来讲 或者中国大陆整体的这个世界观点来讲的话 那么我觉得还不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俄乌战争快要一周年了 快要打一年了 时间也过得很快 那在俄乌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变数 就是俄罗斯跟这个欧洲跟特别是德国之间的这个能源重要的管线 北溪二号被炸掉这件事情 绝对是这个战局的一个非常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现在有一个美国的调查记者 德国普利兹讲的说这个就是美国人 对 去炸的 他把这个过程啊 利用什么演习啊 先去放炸弹啊 然后六月份放 然后几月份炸等等 做了一个详尽的报导 不过呢 包括白宫 包括CIA 赶快跳出来说 哎 这个事情是阴谋论 这完全是错误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话题 其实在德国内部也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管线是美国炸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嗯 我想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两个苦主嘛 就是说这个炸的时候就是两个国家受损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德国 那俄罗斯现在已经跟美国已经在战争 基本上已经在打代理战争了 对不对 那已经为这件事 你还能做什么报复呢 那看就德国反应了 那第一个这个报告 虽然这个把这个报告揭露的 这个叫Simon Perch 他是很有可信度的一个专业的记者 那么应该是人家要提材料给他 希望借他的这个声望 跟他的这个可信度 把这件事凸显出来 那可是凸显出来以后 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谈得慢多的 西方媒体几乎不谈了 德国也起毛淡血 那其实欧洲人 基本上他们在处理这些重大敏感事件的时候 他们是很谨慎 很区 很怎么讲的 很曲线 其实你说德国人不怀疑 这个管线是美国炸的吗 当然怀疑 可是问题你现在Perch拿出来的 他是说我是告线报 他讲的整个的那个发展的行为 也非常符合逻辑 对不对 可信度也很高 可是他里面把四个国家扯进来 一个美国 一个挪威 一个瑞典 后来丹麦 四个国家都扯进来 这些国家基本都是北约的成员国 北约的成员国攻击另外一个北约的成员国 照理的话 北约应该出兵打谁 打那美国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那问题就变成 你现在没有 没有百分之百直接的证据 你没有人证 比如美国一个海军陆战队官员 深水潜水服 他是美国的 他现在出来良心发现出来 我检举 我是做 这是我 要叫污点证人 我出来的 证人证 然后还有污证 对 这两样都非常困难 都不存在之下 你也很难咬定就是美国 你就可以 你美国就可以否定到底 你没有一枪毙命的人证跟物证 你只是一个不愿意具名的一个证人 匿名证人 提供了一个资料给一个记者 记者愿意把它揭露出来 就如此而已 所以可是就德国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说 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困难的局面上 美国做这件事情的话 也许会知道 德国人不敢不敢不敢 即使你猜是我 第一个你抓不到证据 第二个呢 你即使你猜是我 而事实上有一些迹象显示我的话 你也不敢怎么样 那德国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他也不敢怎么样 那德国事实上 还不断地在美国的压力下 在俄乌战争中 现在暴事坦克也要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俄乌战争中 德国也没有采取任何强烈的反对的立场 可是德国只做了一件事 德国跟世界宣告 中国还是我最重要的 一个经贸伙伴 这一点他没有 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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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跟着你美国走 对 在全球 美国投措 全球反中在线 德国是第一个上反调 我认为当时肖之在率领庞大的德国产业代表团去中国访问 其实就已经是对美国一个无言的一个抗议 抵抗 跟一个抗议 这就是欧洲人现在他处于劣势之下 他的一种回应方式 他也可以完全把他这个完全跟着你美国走 可是在美国你两条战线 你抗恶跟抗中之两章 德国只抗恶我也跟你走一半 可是抗中部分我完全不跟你走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德国可能在找寻自己的尊严 跟找寻自己的路的中 这个中间过程中 的一种回应的方式 那这一次的这个北溪事件 我觉得对德国的这个社会冲击也不会太大 那对德国的这个政府来讲 他们只是在讲说 对就是美国人干的 那问题我能做什么呢 我能做什么呢 我虽然知道我也没办法 我能做什么呢 我做的话 那我第一个 我也要做 可是呢 我不表面来做 可是呢 我发觉我得找我自己的路 另外这个筹可能三年不报 或十年不报 迟早要报 那就看什么时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倒是说 在欧洲很冷 在欧洲以外很热 因为照别的国家 我们是吃瓜群众 我们在看 总是希望热闹一点 可是我对欧洲人 他们看 他们在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 在面临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是选择隐忍 然后等待时机 然后呢 用另外一种迂回的方式 达成他们这种报复的目的 我认为他们会比较采取这个 目前会比较采取这个目前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可以充分运用 德国内部政治的互相的这些矛盾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联合政府 你这个社会党跟自由党跟绿党之间 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 是非常非常非常分歧的 跟你对于政治现实 你们合在一起 那美国还是可以操作你的内部政治 那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也是经过精算过了 做这件事 那德国我觉得政治人物心里也有数 社会心里也有数 可是呢 就是还是继续跟在那个地方 那会变化 我觉得是慢慢的 在微妙的 而且是用间接的方式 在回应美国对德国人做的这个 犯的这场罪 所以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如果想要知道事实真相 就北溪二号的事实真相 可能就是要等几十年后 美国的机密档案解密 然后有个大导演 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大家才能够知道 可能也解不了 这个北溪二号到底是谁炸的 好那谢谢街大使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 顺利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